从最高点全速俯冲而下 吓的人头皮发麻 这可能是美国债券价格未来的写照吗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指出 一旦美国开始升息 市场就得担心 债券价格也像自由落体般急速下坠 根据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报道 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 联准会大量印钞购债 吸引约9000亿美元资金流入债市 总资产累计达到3兆美元 等于超过台湾2013年GDP的六倍之多 这么庞大的资金 一旦投资人恐慌赎回 将启动连锁效应 引爆债券抛售潮 美国六月失业率下降至六年来最低的6.1% 也让联准会升息压力倍增 甚至部分专家猜测 不必等到明年春天 今年底联准会就会亲手亲脚的出手 避免动摇投资人信心 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熟悉经济学家瑞德 更认为市场其实没那么脆弱 长期以来股债报酬率走势迥异 犹如悄悄板 经济进入全平时期 美债报酬率变低 要避险却更积极的债市投资人 反而前进欧洲高负债国 寻求收益率更高的债市标的 好 已经做好准备 我是说好 外资的动作 人家本来就是有两手策略 然后在期货 在现货有多有空 那研究报告有多有空 然后又有ADR 然后所以 东西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 这样的事实 对 因为有时候国际化 就会有一些是 所谓波动会加大 但这其实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波动大 它不见得会改变 所谓长期的趋势 那只是会造成短线上面的 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波动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是外资外资之间 在互砍互杀 对啊 所以就是报告就会 有天有地会差很多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 这个重点就是说 那么现在重点来了 特别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那一张 就是台积电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 大家很多人认为说 台积电是好股票 那今天又跌这么多 那到底这个跌是起跌呢 还是所谓的 可以慢慢布局的时间点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 你如果看到台积电 今天的大量 绝对会昏过去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量 而且今天外资大卖 其实就是吓死人了 但是你如果 长期在看台积电的人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不止一次 曾经这样子过 我们来看这是台积电 那这是台积电的K线图 跟这一栏是它的成交量 这一栏就是所谓外资的进出 好 那么今天成交量是13万张 有没有 有够多 今天是报大量 然后外资 因为这还没有画上去 但它今天是卖了7万张 这个也有够多 就非常非常的吓人 但是问题是 长期你在看台积电的人 都会发现 台积电每次的低点 其实都这样 它每次上市这里 这个点 很漂亮的一个点 这个点是几万张 大家知道吗 14万张比现在还大 今天是13万张 那天是14万张 而且外资卖得更疯狂 还是卖了9万张 一天就狂卖9万张 结果这个时候 大家觉得可能快做头 快要完蛋了 结果从这里开始 全部开始上去 上去的时候创新高 还不止创新高 还创新高很多 好 再往前看也有一次 大量必有 玄机必有故事嘛 对 然后你再往前看一次 这里还有一个点 这个时候台积电是11万张多 然后外资当天也卖了5万张 当天就卖很多 那这个点 它其实上去之后 还有下来 它还有一个低点 但是这个低点 距离这个低点 其实差距不大 也就是说 它还有一点点低点之后 它上去了之后 结果这里也是相对低点 好 所以这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说台积电 这种类型的股票 平常它不太容易出大量 也就是说 它平常不太容易 有所谓的恐慌性的卖压 因为有恐慌性的卖压 才有大量嘛 才有这种跳空下跌 然后出大量等等之类的 它平常不太有这种时间点 它什么时候会有 就是这种利空的时候 外资大卖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钟 它才会有所谓的跳空下跌 才会有这种 这一天它也是跳空下跌 这里一个缺口 那一天也是 它也是跳空下跌 都是缺口 都是外资当天大卖 然后看起来 好像外资会一路卖到底 可能快要完蛋了 然后只有在那个时候 它才会有大量 然后大量才会把短线的筹码 全部换手过 所以它法额每次都会造就什么 长线的低点 好 所以呢今天呢 13万张 7万张 看起来很吓人 好 但是呢 我认为可以不用这么悲观 因为中长线它的优势 我觉得还是蛮确定的 OK 好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外资的筹码来看 外资在最近呢 卖超的股票里面 我们再扫一次 今天还有一个玄机 好 我们往下面看呢 这是15 16号前两天的 这是今天的 一路看下去 你看都是卖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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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持续卖超 但是你看到今天 奇怪的事就来了 今天连八个买超 红海买超 所以红海前两天卖5000张 今天翻证 一天全部翻证 然后呢连八个今天利空很多 也是一样 今天开始买超 所以这就是外资的两手策略啊 也就是说 它放空期货在上面 在台积电法说 前一天就先放空 然后大卖台积电在前面 今天又继续卖台积电 还配合其他的股票的 相对弱势的一些存值股 但是今天跌下来之后的话 你会看到是 有一些大型的股票 它却开始回补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盘就会呼应到我刚刚说的 那么其实还是回到个股 但旧盘来讲 月线是支撑 缺口是压力 有支撑有压力 所以短线上面 倒也不至于会这么恐慌 那么只是个股上面 大家要仔细来看一下 OK 好 所以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看 今天大家比较关心的股票 对 因为今天呢 实在是呢 不是指今天 还包括昨天 盘面的震荡呢 实在是太剧烈了 真的 所以有的股票呢 把人逆势出头 但是也有人呢 往下跌 好 所以我们分两块来看看 强的 弱的 那么各自是为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看呢 逆势 往上面走的股票 好 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还包括蛮多的股票 脚踏车的 那么对 脚踏车的 航态的 海系设计的 那这是面板相关的 那么生计也有 相对强势的 那这是经营权益主的 然后再来呢 这也是设备的 然后还有呢 脚踏车相关的 好 我们先来看看呢 就是说 比方说像是返萱 返萱第一季是7毛钱 那第二季可能优于7毛钱 所以你就发现说 其实呢 下半年又会比上半年好 看起来本一比算偏低 好 所以我们看它的K线 那它的K线的话呢 就会比较清楚 就是说呢 在今天呢 就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一个表现 好 这就是说呢 你看在今天底部打出来之后呢 今天带量开始往上 好 那么呢 其他脚踏车相关 也相对强势 那么还有 我们再回到字卡上 还有什么股票呢 比方像是冬结 也相对强势 好 你看到最近 外资在买超的股票 包括今天 买超的前两大是哪一类呢 就是面板相关 好 因为面板的价钱 这里开始 有没有渐渐开始往上 那么这是面板设备里面 第一名 有没有寻创有打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冬结它也是属于什么 面板相关的股票 因为是设备部分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 这是冬结 那么呢 这是它的均线 那么均线汇集了之后 今天开始往上 好 那么它今天除息 一天就填息 填息了之后呢 这个底心打完 开始往上 今天带大量 好 我们看到就是说呢 先看一下基本面 补充一下好了 我们来看看冬结的部分呢 基本上来说呢 它的东西 获利来说的话 是开始往上 那为什么冬结本身的获利 开始往上呢 因为第一季的话是0.43 0.43 第二季QQQ是44个百分点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季的数字呢 显然比第一季好 那第一季其实也就只有 就是4毛3了 第二季如果再强的话 那么照这样子来看 第二季有可能是8毛钱 但是股价是在20出头的价位 所以相对便宜 那这里面呢 再往下看 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是鸿海相关的 鸿海在扩设备 然后有群创的订单等等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 也就是说 有一些是获利不错的股票 又整理过的股票 会开始转强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当然还会有人问说 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那么有很多股票的压回 我认为其实呢 是受到盘的影响而压回都有 那所以我们只把 比较要注意的 真的有一些疑虑的把它列出来 那这里面包括 基本面比较不好的股票 这一类型的话 要注意的第一个 包括加币期建策跟波罗威 好 这里面来说的话 第一个加币期就不用特别说了 因为其实基本面的东西 大家知道就是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 很特别的题材 那么之前是传它的CP到期 所以公司可能会怎么样 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这不是属于 基本面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会比较 相对来说 怎么上去就怎么回来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建策 那这个呢 是法人圈里面觉得 一直都不如预期 也就是说在第一季 大家的期望很高 但是后面发现呢 数字都一直不如预期 那这会造成法人的停损卖单 一直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到今天来讲的话 它不只是前面弱势 它是真的弱势 因为所有的均线都跌破了 那这样的格局 你反弹到这里 就会变成一个 短线上面蛮大的压力 那么还有 还有一档呢 叫做波罗威 这也是呢 一直不如预期 一直不如预期 一直不如预期之后 我们再看它的K线 这也是所有的均线 全部都弯下去了之后 盘整之后 今天把所有均线都跌光 所以这种话 是真的上面 基本没有注意的 那么再来还有一种 爆大量 我们很快看一下 爆大量的里面 包括这一类型的股票 那这个的话 这高档大量 这也出过量 还有包括升据 我们来看升据的部分 这也是之前比较热门的 但是从K线来看 我们把时间长一点点 这就是一个 很清楚的平台跌破 所有的均线都在一起 那这里筹码就可能会松动 这一类型 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OK 所以就在财报公布的同时 你要做检视 然后除了越营收之外 我们要回到了 包括法人面 筹码面跟技术面 还有题材面的一个检查 对 那现在来说的话 属于获利比较好的 本益比低的股票 它比较容易有机会涨 那么再来就是说 跌的股票里面 有一些是涨多回档 我觉得那都是OK 但是它的趋势 已经在走空的那种的话 或者有基本面的理由的 那个话 反而是大家要比较 小心短线上要避开的 OK 那如果对一些空手的投资人 反应要多做点功课 对 因为跌下来的时候 也有好股票是被错杀 那那个时候 你反而是可以做中长线的布局 那已经进来的投资人 要检查一下 手上的一些股票 对 你要从整个的 它的获利面来看 它的营收面来看 然后再来它的下跌 是因为短线涨多压回 还是因为它的基本面上有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有一些是一直不如预期的 那或者是有一些呢 它之前有题材 但高档爆大量之后 拉回来就都没有量 或者已经形成一个大头的 那种的话 就是你短线上的话 可能要稍微比开 但是如果你的持股 其实它的获利本来就不错 下半年也往上走 那么下跌 可能是因为受到盘影响 短线上的下跌的话 那么其实就不用这么担心 反而可以去找 它的支撑在哪里 所以呢 又考验到你了 到底这个时候应该要爆 还是要换 要抛 还是要赶快 抛 用抢的也可以 那我们也透过镜面 看一下今天外资在买卖超的当中 荧幕了然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面板面板 然后金 然后这一边都是金融 一大堆 不过我刚刚讲 那个应该比较重要 因为后面有一个 6100张的应该是鸿海 它没有排在前十名 但是你看其实 这一页看起来好像好一点 因为这个是比较值得留意 因为金融股非常多 他们都有点类似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应该就是在鸿海的部分 这是相对是 比较重要的指标 因为它毕竟一方面也占全值 那再来的话呢 它在短线上面震荡之后 如果可以先转强化 也比较容易联动到 其他相关的股票 所以我们要再次跟观众朋友 做说明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市场 瞬息万变 然后呢 前两天大卖 那今天就全部不回来了 OK 所以才想说 有涨 有跌 有跌 才有涨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主委说 审慎 乐观在后面 这样大家都听得懂了 那透过镜面当中呢 主委有表示 进行股市回档 但外资没有大幅的一个汇出 台股基本面依旧健全 后市呢 这个展望 仍然是 审慎 乐观 还没有换乐观审慎 好啦 提供给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 下期待会来 阿文塞给我们做个预告 好的 我想美股的部分 还有选股的方向 这是我们下面的一个主轴 很重要 对对对 不要国内这样 担心漏雨 做红胎 海外的部分 美台的连线 待会来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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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冷气 日本进口非常稀少 日本制造的压缩机也很稀少 请检查室外机明白 认清产地 日历变频冷气 MIT 节能 环保标章 全国最多 压缩机日本制造 连续13年最高荣誉白金奖 连续25年理想品牌第一名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无时无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享受城市买董 太平小买啤酒 我学习 Lanew体感衣着 自在享受生活 Lanew Lanew春夏服饰新款登场 服饰类商品全面发折 义菌多更多 糖分再减少 健健美Plus 义菌健康美丽加倍升级 香 孙 好肉好 我朋友到底就爱你 玉山高凉酒 这支就是 高凉酒美大 玉山台湾高凉酒 上海外面 老万何条满一枚 万元现金黄金等你呢 亦兰童万节 玉山卡有独享购票优惠 童万乐三天 就爱刷玉山卡 玉山银行 香 孙 好肉好 我朋友到底就爱你 玉山高凉酒 这支就是 高凉酒美大 玉山台湾高凉酒 胸下外面 狗万何条满一枚 万元现金黄金等你呢 义菌多更多 糖分再减少 健健美Plus 义菌健康美丽加倍升级 国泰金股价站稳50元大关 市值超过6000亿 累计今年涨幅超过5% 股价超亮眼 就是因为国泰金获利暴喜 今年上半年就赚了306亿 是去年一整年的获利 幕后重要推手就是国泰金董事长 蔡宏图的长子蔡宗翰 今年才38岁周刊报道 蔡宗翰几乎已经正式接班 原来是因为母亲黄丽兹生病 加速蔡宗翰一肩扛起重任的决心 蔡宏图也放手让蔡宗翰操刀改革 两年来祭出五招 让国泰金彻底动起来 蔡宗翰擦亮国泰金招牌 在信用卡大战一举成名 抢下美国知名量饭店发卡圈 国泰市华银行一举突破了 高居20年的信用卡中性障碍 在地产布局彻底改变过去 只买不卖的死板作风 另外行销宣传的巧思 组织大翻转升级计划 接着跟破天荒与外界合资 化足仓厨业 效力很好 不只父亲蔡宏图竖起大拇指 就连蔡宗翰的叔叔 富邦金董事长蔡明宗 对这位济世竞争者 也是晚辈的后劲赞赏有加 蔡宗翰即使战功标柄 行事作风平时低调 就连午餐时间也传出 与国泰金员工一起在小吃店用餐 但在蔡宗翰主导下 国泰金不只找回往日荣耀 放眼亚洲还会有更强表现 记者邱宇轩许家明采访报导 好 回到节目当中 那美台超级财报周 正在进行当中 对 所以第一个 金融股还是很重要 台湾的金贡股的话 上半年赚了1600亿 跟千元同级成长了47% 这是非常好一个成绩 在美股我们看资稿的部分的话 你看美股的话高盛 摩根大通或者花旗银行 或者是美国银行都是上涨的 所以美国的金融股是这一次 美国在超级财报周里面最会涨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2882的所谓的国贷金的部分 刚才讲得非常清楚 你看股价 那股价涨到51.9% 不过它隐含价值的话 第三季股息进来的话 55块 所以其实股价往隐含价值55块走的话 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出来 因为它还有390亿未实现的利益 随时可以公布 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发现 上半年获利的话 跟去年整年度的话 已经是一样了 差不多了 所以下半年多赚的 就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 所以原则上金融股 它这个获利这么一个漂亮 做一个所谓的支撑股价的一个效果 应该还蛮有机会的 比如说我们看2881的富邦金的话 获利也很不错 所以股价表现很好 那当然涨多也会跟大力光 可能会做一个整理 但是因为金融基本面强 美国的金融股也涨 应该金融股的部分的话 还是有琢磨的一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重点 金融股还是不要忽视它 尤其是在国内金 或是在富邦金的一个身上的话 也不能忽视它未来一个潜力 因为最近的话 美国的金融股涨得蛮厉害 第二个重点的话 Intel还不是PC 已经锻掉了吗 不是都是智慧型手机 不是都平板电脑吗 那Intel已经死掉了 但是Intel 他说他不是了 他算4.74了 涨个9%给你看 然后PC大复活 那其实这个跟所谓的Intel 它走的方向有一点不太一样 今年的话 Las Vegas的展览扩大很多 就是全部都是Intel的展览 物联网 其实Intel的话 是在物联网这一块 布置最完整 物联网以后销售如果高的话 它的成长就高 它今年第二季获利 跟去年比较的话 成长46% 又有200亿 这个我们来看K线图 我来看一下 明星我问你一个问题 理论上库藏股 应该是这个时候实施 跌的时候实施 这个价位 它买200亿的库藏股 200亿的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要买200亿美元的库藏股 所以原则上这对国内 尤其像所谓的Intel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蓝电或者是像一些PC人保 各方面的股票广达 尤其广达这个紧密度也很高 所以原则上国内的PC的组解 你可以发现我们看一场 个股2377的所谓的维新的部分 为什么今年维新的股价比较会涨 或者是2382的广达的部分的话 实际上也比较有一些着墨 主要Intel的概念 也可以引申一些所谓的族群的部分 五哥会复活了吗 但是这个还要再加油 但是Intel的概念的部分的话 也值得做一个观察 那第三个我们这样来看 那个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料中心 那你看有一个资料中心 接到70%的订单 加8210的勤层的部分 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 为什么会创新高 资测资料中心 它订单接了70%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看质卡的部分 但是有些股票 我们过去常涨一摘概念的 说低润涨 低润涨 所以大家都要一起涨 但是后来从查误报表发现说 低润涨 其实我颗粒成本加重了 但是我售出的东西 我没办法去调高价格 PC价格如果1万块还是1万块 但是低润的价格如果涨上来 低润模组的价格反而获利衰减啊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叫Sandisk 反而它获利是不如意及 因为低润一直在涨 但是PC的价格没有涨 所以低润的模组价格没有反应 所以成本必须要自己吸收 所以我们看Sandisk的部分的话 那过去因为Intel涨 因为美光涨 因为所谓的AMD涨 它也跟着涨 但后来发现盘后的部分的话 就呈现一个大跌 重点的话就是原来低润的颗粒涨 对模组是成本加上 因为它没办法顺利去反应 因为PC的价格也没有动 它没办法去反应 所以引得上获利就不如意及 或者是有些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我本来像黑莓机 我们看RIMM这一档个股 那因为它后来跟Nokia一样 开始手机的部分就去掉 它等于就是说卖专利 卖它的专利权 卖它的软体 所以它的获利就更稳定 但是我们这样来看 结果人家IBM跟Intel说 我们一起来合作 那大家一起来合作 然后就不理它了 股价就大跌 所以你要去注意有些股票 今年多头的股票 有时候一跌的话 速度也很快 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发现了说 Intel的概念股 还有金融股的话 在美国股市表现的话 是比较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但是有些的话 你要去注意 像棉花跟黄小玉跌的话 那有可能食品股 还有所谓的仿鉴股的部分 可能它的一般 它的成本的话 可能会怎样 它的价格就会比较差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库存损失 因为以前它是用高价的原料 那现在原料跌 价格也跟着跌 所以产品出去是跌 但是用的产品是之前高价的 所以就会有汇兑损失 所以尤其像棉花这种短签的纺织股的话 可能有利空就要稍微谨慎一下 那自己选股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发现第二季 这所谓的潮报表 一股比较好的公司 比如说像秦城我们刚才讲 它一块半 股一块半就创新高 所以你看8210的秦城的部分的话 它创新高 我们看2406的溢价 赶快我很好 我好漂亮 我是选美的皇后 我赶快怎样 我们看字卡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发现 0.621块2毛9成长一倍 赶快公布 我上半年我赚多少 股价都急度拉升 像泰底他赚0.9薰 预估第二季是1块5毛9 这以前都不会动的股票 泰就是泰国的厂嘛 都不太会动的股票 最近的话你可以发现 和黎巴中神龙白尾 就是预估第二季的获利 有可能是1块5毛9 所以你可以发现 第二季潮报表好的公司的话 股价一直在做一个反应 包括像以特赶快公布 它第一季赚1块2毛4 第二季赚1块6毛7 哇这个创新高 所以去年赚1块多 今年可以赚6块多 这个的话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刘总刘昆喜的名牌 你可以发现 这类型足球的股票 获利哇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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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创新高 就是因为第二季的潮报表的话 创新高 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 有了像博汉 第一季赚0.96 第二季1块2 没多少嘛 但是1块2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看3299的博汉的部分 就急速拉升 那我们来看百合的部分 百合9938它有公布 那我们可以发现 赤卡的部分的话 百合公布 结果它第二季 这个0.94是非常高的水准 所以原则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百合 那因为曹宝宝公布之后的话 那原则上就开始反弹 所以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些公司 还没有公布 还没有公布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还是蛮有机会的族群的话 也值我们去观察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所谓的8936的国统 第一季赚0.51 但是因为它有处理新疆国统 有公告 大概赚0.8 我们算过 那本月0.6 就赚1块4 所以未来如果公布 第二季朝报表的话 1块4是蛮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易光的部分 第一季0.98 第二季1块3块8 可能在大型股里面 第二季的获利的话 可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因为大概成长4成左右 那另外像系统 第一季是亏钱 5309 那第二季的话 大概赚1块2 那这类型股比较像2231的维生的部分 它跟它合作 做所谓胎压侦测器里面的蓝牙 也就是说 我就可以从我的手机 从我的平板电脑 我就可以知道 用APP download 我就可以知道 我车子的胎压情况是怎么样 有蓝牙的话 随时在你的所谓的 Android平台 IOS平台的话 随时知道 我车子的胎压 现在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所以这种蓝牙未来一个成长性也是蛮高的 那再来的话像神准 第一季是2块5毛6 那第二季可能是3块1毛2 我们看3558神准的这类型族群的个股的话 大概原则上未来公布第二季的一个获利的话 也会创业历史新高 所以原则上有些第二季公布的公司 或预估好的公司 股价已经在反映 那有哪些第二季还没有反映的话 也值得观察 所以原则上在8月14号 就要公布第二季潮报表 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跟各位追踪 未来可能第二季 可能它的潮报表会好的公司的话 随时跟各位报告 比如说我们看一档各国家8277的商城 我们看它盘中图形的部分 拉涨停板 我们看K线拉涨停拉升 因为它还没有公布潮报表 但是它第二季的营收比第一季增长六成 所以就预估可能第二季潮报表会好 那股价就开始在反映了 所以有哪些公司可能第二季的营收还不错 可能毛利率还算蛮高的 可能它的第二季的获利就很好 我们会随时随地的话 在每一周的话跟各位做一个 整理之后的话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OK 非常感谢 或许真的这从8000点 去年十